嗨大家好 今天呢打算给大家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我感觉很久没有录这个主题了 然后下午呢 而且约了一个摄影师 打算下午出去接拍 然后一起吃饭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么完美的行程 咱们再顺便测评一下 这一份超级大的这个香奈儿的 小魔方粉底液 像我今天想打造这个妆容呢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小心机的 就是你第一眼感觉整体的妆感 非常自然轻薄 但是仔细看都感觉妆容有些小细节在 然后比较适合像我们年底聚会啊 什么约会之类的 所以呢这一次的妆容重点就是 底妆整体肌肤质感非常重要 然后像我们一天长时间在外面的话 我对底妆有三个要求 划重点 第一点呢就是不能假面 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秋冬 比较干燥季节不能卡粉 第三点就是够时酒不能掉粉 然后这次底妆呢 打算成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小魔方粉底液 其实我在之前就用过一两次对它印象非常好 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测评之前呢介绍一下我本身的肤质 我自己是属于混合肌 冬天偏干夏天混油 在上底妆之前呢 我们再用一个香奈儿的这个珍珠光彩妆前乳 然后它呢是对肌肤是有一定的修饰 提亮的一个作用 整体容容器也很强 用完它之后呢 让我们底妆变得更加服贴 而且像它里面呢也是带有一定的防晒指数 的是SPF40PA三个夹 底妆呢用的是这个香奈儿的小魔方粉底液 这个系列呢就是香奈儿在国内上市色号最全的一个系列 无论是什么样的肤色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色号 像我这次呢买了三个色号 像我手里这个呢是B10 然后这个呢是BD01 然后这个呢就是B30 像BD01这个色号呢 比较适合肌肤偏白皙的黄调肤色 然后第二个就是B10比较适合中调的一个自然肤色 也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肤色 然后这个呢B30就是比较适合肌肤偏深一点的自然色 主要这三个色号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性 现在呢我们来仔细看它整体的质地 它整体质地就像奶油一般丝滑 而且香里面呢是还有天然干油的成分 所以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保湿力度的 真的超级细腻 而且像它整体的一个延展性也非常好 然后推开之后呢就是那种雾面柔光肌的一个妆效 现在呢我们就来上半张脸感受一下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半张脸的一个妆效对比 是不是超级自然 然后它一个遮瑕力呢我们来看一下黑眼圈 还有额头上的痘痘 下巴的痘印 还有鼻翼 以及我脸颊泛红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能遮盖的七八层的 对于日常妆来说是完全足够的 它的遮瑕力属于中上 然后它一个滋润度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OK的 然后它刚上脸呢属于那种很细腻的奶油肌 然后过一会儿呢就变那种柔胶雾面感 整体妆感超级自然 而且呢就是像鼻翼容易卡龙卡粉的现象 就是完全都没有 像这种自然清透完全不会假面那个妆效 正好就是我今天想要的 我们现在把另外半张脸给上了 然后像这款粉底液它也是完全不会挑肤质的 无论是干皮还是油皮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像这款粉底液也是不含矿物油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闷痘啊 什么闷粉刺闭口之类的 另外像这款粉底液它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的持妆力 但是到底如何呢 等会儿我们就化人妆出去测试一下 底妆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眉毛部分 用到于这个香奈儿的持久防水眉笔 它呢整体就是这种砍刀型的一个眉笔 能很清晰的刻画出眉毛的一个毛流感 这次眉型呢是想画上条一点 比较有气质的一个眉型 还是一样 先把我们的眉峰和眉尾画出来 然后再有眉梳 把我们的眉色给梳得均匀一些 化好眉毛之后呢 我们再稍微的修饰一下我们的鼻影 眼影部分呢用到是香奈儿 它们最新的印记液体眼影 色号是46 它呢真是一款绝美 然后但是又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给你们试个色 它整体呢是泛这种金属的光泽感 平常呢我们用手指来上妆就可以了 然后它是属于一种钳子的一个桃粉色 现在我们就来上眼感受一下 平铺在我们的眼皮上面 然后呢我们再用手指轻轻的把它推开 它是属于那种非常细腻 但同时又非常高级的颜色 就是它打造出来那种感觉 就非常自然的清透 可以在我们的下眼影也来一点 其实这样的话 整体的眼妆其实很自然清透了 当然我想在眼尾再加深一下 稍稍的叠加在我们的眼尾 下眼影也要加深一下 加深之后呢就能立马放到我们的双眼 OK像这样眼影部分就完成了 这个修容部分呢用的是香奈儿的这个水润修颜棒 它这个呢是2020年香奈儿的春夏系列里面的一个蜜糖色 整体的质地非常的水润清透 我就把它涂在我们的裙骨凹陷处这一块 做一个立体修容 它整体质地是非常的水润服贴 而且颜色也非常安全 基本上用手指轻轻地推开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打造那种健康服贴的一个立体感 然后下尾角呢也可以稍微来一点 现在这个颜色完全不用担心下手会皱 高光部分呢用的是珠光色的水润修颜棒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高光真的超级美 它质地真的很水润服贴 然后上脸呢也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一个珠光 那这颜色粉质真的超级细腻 我们就涂在我们颧骨需要打亮的地方 很自然清透的同时又很有存在感 看我们的鼻梁需要打亮一下 就这个高光棒它能跟我们的肌肤很好贴合在一起 超级自然 再部分呢选择一个蜜桃色系的 然后扫在我们颧骨的这一块 就这样提升气色同时呢还能修饰我们的脸型 最后口红部分用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 四绒唇膏357 这一支无论从它的外包中还是质地 都直击我的心脏太美了 它这一支呢就是一个正红的山茶花颜色 而且整体质地非常的顺滑 就是一种丝绒的质地 它上唇的一个饱和度很高 感觉一涂上去就整个人气场全开 无相唇边呢我想用手指去模糊边界 OK那么现在整个妆容部分就完成了 我感觉整个底妆 还有脸上泛那种光泽感 好喜欢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前一小时录视频的时候外面还是大太阳 然后现在天就阴了 不过我啥天气预报今天不会下雨 所以呢应该不影响我们出街 不过现在快来不及了 中午12点钟 12点半还约他们吃饭 我现在要赶紧出门 待会见 嗨我们中午还是一起约出来吃火锅 然后顺便要打个卡 但现在是中午间多 12点58 现在来看看整体的妆品还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超级服贴自然 很清透这个妆感 然后呢我今天没有遮瑕 所以我觉得它遮瑕力 对我们日常妆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真的好喜欢它的那个妆感 等会儿呢我们吃完火锅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时装情况 嗨我们刚刚吃完现在 几点了 2点11 我们两 哦我们三个吃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来看一下整体的妆品的情况 就是吃完火锅之后 妆感还是依旧非常服贴 也完全没有卡纹卡粉的现象 就是我的嘴角还残留了一些火锅的痕迹 我们现在吃完准备出去接拍 嗨我们现在在商场逛街 然后先来打开一下整体的妆容 我们看现实几点中 下午的5点12 到现在呢整体的一个妆面保留还是很完整的 超级附贴 完全不会假面 然后像鼻翼呢 有一丢丢轻微的脱妆 现在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我们逛完街之后 回家再给你们打开 嗨我们终于到家了 今天到外面溜到了一圈 然后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点26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妆面 我们现在拉进来看 整体的一个妆面保留还是非常完整的 下面加这一块属于纹丝不动的 非常完整 然后像鼻翼这块呢 还有下巴这个小痘痘有一丢丢的轻微脱妆 但像这种凸起痘痘是比较难遮的 但是呢是完全没有出现那种卡纹卡粉的一个现象 而且到现在整体的一个妆效 还是非常的自然清透 完全不会假面 真心的 我觉得这款肯定也超级好用 我觉得它跟我的皮肤贴合得非常好 而且像我从早上上午开始上妆 然后中午 然后再到下午再到晚上 大概12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底妆表现 我觉得非常不错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遮瑕力度 还是它的一个持妆力度 还是整体的一个妆效度 超级喜欢 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款底妆 无论你是什么肤质 无论你是什么肤色 都可以尝试 真的 给你们种下这个大草来 最为一天的结尾 试试 OK那么今天的一个视频进入 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也希望对你们有所猜